南加州迪士尼热园 2018年狗年新春更有中国年味 因为知名的华人团体STC 顺天年和基金会五印制作 连续第八年获得邀请 邀到乐园内来演出 甚至还从台湾行到 25位的专业舞者 一起组成将近60个人的大舞团 一同参与乐园中的游行盛会 专业亮相 考究打扮 一瓶一笑间 展现道地的中国传统戏曲 镜头一转 装扮如梦如幻 舞蹈婀娜多姿 让人惊艳不说 更棒的是 这些美妙的演出 全部都会出现在 南加州的迪士尼乐园 迪士尼很特别 今年给我办了24天 我还跟他们开玩笑说 我们农历年 中国人只有庆祝15天 他们办24天 开始的日期是 星期五 1月26号开幕 一直连续到2月18号 每一天 一天有4场的演出 所以你把24天乘以4 你就知道说我们今天舞者要演出多少了 不只STC顺天联合基金会 五印制作全力动员 活动还特别联手 台湾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系 与台一大舞蹈系 25位精英 岳阳飞来加州 目标要把百分百的中华文化 带入南加州迪士尼乐园 最重要的话是我们怎么样可以 让我们真的在我们华人 在美国这块土地可以融入这个国家 那成为主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觉得说像音乐 像舞蹈 像文化 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去年我会亲自回台湾去争选了 从400多位舞者里头 我们挑了20几位 这次过来会同时加入我们 STC30几位舞者一起 所以有将近60位的舞者 会到迪士尼 农历新年表演节目一连串外 游客最期待的游行内容 将以木兰为主 展出包含武术 技艺 扇子舞 扇舞与舞师等 不只丰富又多元 就连表演舞者都要多天培训 马老师其实真的给我们蛮多帮助 他就是教我们很多 使用道具的细节 然后星期天也有安排 很多课程给我们去上 然后这样子让我们 可以更快地进入状况 他简直把冒险乐园 整个就变成一个亚洲村 那很多奇人 包括那个水的演出 World of Color 也全部都是以我们华人为主的故事 去做编排 分享来美40天 全新投入 每天心中想的就是要为台湾争光 STC顺天联合基金会 舞婴制作与台湾舞者的完美演出 就是希望所有乐园观众 欢喜度过中国年 更不要忘了给他们加油打气 STC Happy New Year 东方新闻李仲昂杨平俊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